主料,长茄子两个,洋葱一个,培根五片,鸡蛋两颗,马苏里拉奶酪200克,辅料,一大粒香草调料,意面酱,黑胡椒粉,芝士粉,搭造二瓣,准备时间,10到20分钟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茄子切成0.8厘米厚片,用盐沙一混,洗去盐粉,控干,平底锅中加少量改卵油, 煎茄子片,至便软颜色金黄取出,锅中再加少许油,爆香蒜末,加洋葱,培根,炒香后关火,调入黑胡椒碎,耐热容器中,先铺一层茄子,再加一勺,意面酱抹匀,加一层洋葱培根,表面撒一些可达意大粒香草调料,萨玛苏里拉奶酪和芝士粉,如此反复约三层,至九分满, 将鸡蛋中加少许盐,略微搅拌后倒入,让蛋液渗满空细处,最后表面撒满马苏里拉奶酪和芝士粉,再撒少许可达意大粒香草调料,放入提前预热好的烤箱中,170度烤制,35分钟即可,烹饪技巧,小心事,茄子,要用盐腌制一下,这样可以删除部分水分, 脱去四类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